就是全裸然後下半身就是還有那個毛這樣 我們要特別跑到爬上樹 然後就樹上面接吻這樣 天體 旁邊真的都是裸體的人 都是裸體 我嚇死了 因為我不知道導演會做得這麼徹底 我以為就是可能帶過而已 而且鏡頭這麼近 他就直接在他面前就是全裸 然後下半身就是還有那個毛這樣 太低調了 天菜 謝謝 謝謝 你會常被同性告白嗎 會知道我的粉絲特別多 就是同志這樣 但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有各種不同族群 女生會跟你們釋出好朋友之類的嗎 釋出倒不會 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蠻知道我喜歡男生 然後他們可能就也不會自己來問這件事情 但就會你會知道他的那個對你的好不太一樣 所以有點貼心過頭 你就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要保持距離這樣 因為我的前提是他有 喜歡想要進一步的那個前提 對我才會對他保持距離 要不然一般的朋友完全不會 所以你有被女生那種猛烈追求過嗎 會啊 就是比如說任何他會想盡各種辦法在任何節日 比如說現在不是有很多有的沒的日子 他也都會想盡辦法借口來送禮物給你 就比如說國際貓貓咪日啊 什麼地球什麼什麼日啊 他就會進了 國際貓貓日送的貓貓 不是就是他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要送你禮物 他就想要在任何節日有關的時候送你禮物這樣 我蠻直接的我喜歡就跟他說不喜歡我有跟他說這樣 那老公會覺得他們是競爭對手之類的嗎 不會 因為像我老公蠻放心我去 比如說像拍戲好了 跟小八他也認識小八 對啊他都 他算是很支持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投入在這段那個戲劇的角色裡面 他有看啊 他怎麼說 他沒有說耶 他就覺得很青春 他就覺得很熟悉 他就覺得很是歹衡 なる程度 剪輪掉 然後然後他就沒有射出 到第三次 就是這樣